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一间房的话 那可是违反了住宿治安管理条例 这应该受罚的 当初他们就证过 如果去伊斯兰国家访问的话 就会有问题 但现在我们国家还有海管 对 我也不知道现在 这个规定有没有废除 规定有没有废除我们不知道 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是实际上早放开了 但是那个条儿还在 所以有些时候就出现 还有一个就是看皇代 曾经是很大的罪 那现在好像不那么讲了 但理论上还是可以抓的 理论上还是 但是一方面场景空照样 满街空巷欢迎他 对不对 但是法律应该没改吧 自然条例应该没改 所以这种情况的并存 有时候就会造成什么呢 说你错你就错 不错也错 对 是吧 这好 这法律呢 这种法 这种就是在香港 我们叫这种法 叫恶法 政府手上掌握很多法律工具 但这个平常的大家都觉得 这个法已经没用了 早就过时了 也没人管了 但他说要用 他就能用 这比较可怕 这比较可怕 所以说有一个经济学家 在北京跟我讲过 他就说中国是什么 在某些领域啊 叫做立法过延 中国的法律 其实是全世界比较延的很多个法律 立法过延 执法过烂 最后造成呢 违法普遍 就全中国人民 你要较真儿 真正说不违法的 没几个 这严法宽刑吧 我们以前是讲过 对 当然这是 题外话 我要说的是什么 法国资本主义 咱们要警惕 这又是一个法 又是一个法 又是一个法 他们给我们送糖衣炮弹 送糖衣炮弹 当然是拿我们自己的东西 送我们糖衣炮弹 就是圆明园 大水法 那个两个 那两个头 和鼠的那个 头 这次有个法国那个第三大奢侈片集团 那个头 皮诺跟着来了 那年不是他买了吗 他买 前几年我记得 中国有一个商人坏了规矩 但是他说他是为了爱国 对吧 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古董 厦门那个 讨厌死这个人了 就是你坏了规矩 就是说他在法国 加士德拍卖 中国抗议 加士德还是要拍卖 于是他就去举嘛 举了以后 他不就 他不给他不给钱 当时被誉为爱国 一举嘛 后来就被这个皮诺 买了 这个皮诺 本人也是加士德的大股东 嗯 哎 所以你说这个里边 有什么关系呢 有 有些人说 很难讲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很好心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 最简单的说法是为了扩大他这个集团的生意 他们的姑气啊都是他们的牌子嘛 嗯 因为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消费品的这个 这个占预量越来越来越 但是奢侈品 但是呢 又危险了 嗯 因为哭泣呢 已经就是说 就是不停止原来在中国 要扩张很多分店门店的这个计划 嗯 而且奢侈品在中国大幅度萎缩 对 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 大摊 反摊反腐 弄的这个奢侈品呢 哎 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给中国送点礼呢 这就是换个程度来搞搞 更直接的是 现在批给他加士德可以拍卖了 对 他在上海津安区 他第一家 没错 就是国际拍卖行在中 而且他这个人呢 这个评论呢 他本身几千件艺术品收藏 他是 全世界各种各样画家 什么流派他都收了很多 他东西不在法国 他在意大利 嗯 他全藏在意大利 所以法国人也烦他 对 就是说他的东西放在意大利 他是头号的 就是现当代艺术的这个 这个收藏家 这个藏家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啊 从这个话题 我就又想起啊 这几个脑袋啊 大水法的 这就说白了 就是这几个水龙头啊 这几个水龙头 朗石宁设计的 照着外国人这个街上这个水龙头 当年圆明园做的这几个 曾经激起过中国民族 中华爱国热情 爱国热情 风起云涌 是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脑袋 所以我说有些东西啊 它也许有个历史价值 但并不等于它有艺术价值 或者是就有多高的这个价值 这个东西当年卖几千万 这不是坑中国人吗 这不是就说 就没法说 你看在下边 这就是当年圆明园 这个万园之园 这个模拟图 大水法 你看下边是这个大水法 大水法这个十二生肖嘛 青铜做的这几个脑袋 这几个动物 十二生肖的脑袋 摆摆摆摆摆 就这个东西 这个你说 所以我就想起来 为什么咱们那天说 就说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还 我的看的见识债 我看不到政治问题 我看不到经济问题 我看到的是审美问题 我觉得几千年中华文明 到这个年代 是审美最糟糕的年代之一 在历史上 我完全同意 对 我们政治上 经济上 还是什么GDP 我们都突飞猛进了 对吧 可是 咱们这个美 咱们这个美 糟蹋的一塌糊涂 就在这个现时代 我觉得这个太让人感慨 真的是 尤其你到 我十几年前 我就很受不了一样的事 就到处在大陆 跑来跑去 就看到每个城市 都喜欢做一些公共雕塑 打出20年前 就有很多 比如说通常都在那种 私之路口 什么中间一个花圃 一个草坪上 做一个大型的雕塑 那些雕塑呢 全部都不晓得 找什么人来做 就面目模糊 然后千篇一律 而且实际上 技术上完成度都很低 那么后来呢 就开始喜欢盖一些 莫名其妙的大楼嘛 对不对 中国就喜欢盖 比如说像 像央视那个戴套的那个 各种各样的大楼都来了嘛 那么这些大楼 也都是奇丑无比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有很多 特别不搭的美学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 很新的 玻璃帷幕的 现代式的大楼 但是呢 那个大楼楼上呢 它又贴了 那些找一些领导 找些名人提字 那那个一个字呢 一个方块字呢 有几层楼那么高 就叠下来 你其实特别不适合 特别不搭配 就整个美学是错乱的 没错 其实你要说 咱们说可能有些观众听不明白 说什么叫中国的美学 其实我说的这个美学 并不是某几个画家 在屋里画个画 这就是说 比如说咱就说 当年这个解放前 民国时候的中国 对吧 它也许比今天的中国 要落后的多 但是呢 它一个城市的基本风貌 生活方式 街巷里弄 这些个东西 大家有一种共识 什么是好的 包括说中国的美 在什么地方 对吧 包括你看那个时候说 咱改改衣服 我觉得中山装 都算改的挺好的 对吧 结合了一些中国的这个元素 然后又这么吸收一些东西 包括你看 我们武汉大学 这个建筑 很成功啊 中西结合的这个 我们那个武汉大学 大家可以去参观 就当时据说是用 庚子赔款的钱 就是在中国建大学 你说 做得很好 也是有大屋顶 我去看过 武汉大学 为了看樱花嘛 对不对 看樱花 结果后来才知道 樱花是日本人 对 然后那个大楼呢 很漂亮 但是你不能进去 你一进去里边 这厕所之脏 走道之乱 就这个大学 就是剩下一个壳 就壳嘛 壳嘛 壳是以前人弄的 对 壳里边的东西 都没有了 你知道我最近去 这个苏州啊 我就看这个苏州园林 我就有一个感触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 是吧 我们成功的 把壳里边的东西 全掏空了 屋子里边一屋可观 都是一些现代仿制的 这些家具 当然它也是尽量按原貌 但是你不进就会有疑问呢 当年这样的园林 屋子里边更加可观呢 那都是古董啊 中名鼎仪啊 这个都是这个好的 明代明清的这个家具 那些家具都去哪了 那屋子里边 厨师就那个历四星呗 对不对 对啊 不是给毁了 就是不定归了谁了 全掏空了 但是就是这个壳 咱就是说这个壳 我想 也可以咱们看看照片 就咱们就说中国的美学 其实圆明园 为什么就说 圆明园的这几个脑袋 艺术价值并不高啊 因为它是欧洲的这个东西 而且是在晚清 是比较粗略的 很粗糙 它在外边风亭不晒雨林喷泉 那就是今天这个喷泉 成什么几千万的文物了 对吧 那么而且呢 它是一个外国文化的一个东西 那甚至于圆明园 照我说 那都是清朝的皇帝 对 他想集万元之源 想集中国外的那种 实际山寨国外的 要叫我说 弄了很多东西 就是世界之窗 景秀中华那些 世界之窗的皇宫版 对 没错 宫廷版 宫廷版 皇家版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看 从苏州园林 你这照片可以看看 就是中国式的美学 还可以体会一下 我们可以看看这照片 你看这个爬墙的 这个藤 你再看 你看 中国不是大水法 不是喷泉 中国式的园林 是要妙造自然 在这个水 这样三叠留下来 要清泉石上流 我们那全是女性的象征 喷泉是男性的象征 狮子林 你瞧中国这石头 这个叠石 这是中国式的美 意境 你看 这个是卓正元 再看下边 你看 这好像是流元 你看中国的这个画 你看 这不像国画吗 这眼映 从窗户里看出去 就像一幅国画 你再看下边 中国的水墨画 你看中国许多古代画家 都画过这种一个怪石 一本芭蕉 对吧 这就在园林的一个墙角 这中国的美 那中国的美 你看像是给你安个画框一样 人的生活 生活方式 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个就是明代的一个生活艺术大家 文振亨 他是在这个艺朴 他哥哥的这个园林 他堆的石 据说这个石头就是他堆的 你看中国的蝶石 中国的蝶石 你看到那一对是照婚纱照的 新郎新娘的 再看这个 这是四大 中国的四大名石 在流元里边的灌云风 你看看 这要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雕塑家 罗丹到这地方 他也得下拜 谁能雕得出这种效果 这是大自然的这个雕塑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讲那个园林啊 是我相信我有个朋友 他花了很多钱 在上海的郊区吧 买了一些这样的房子 就旧的房子 然后他 重新造 就造成了像这样 当然规模小一点 造的 他收了很多这种旧石头 梁啊 木头啊什么 花了很花心思 全部弄好了 但是隔壁的 本来是一栋墙嘛 隔壁住的是农家嘛 登上开出一个窗 他来欣赏你这个风景 登上开了一个窗 哎呀这就把它全破坏了嘛 对不对 然后他就跑去想买 那个隔壁那家 天价 就是你完全买不起的 所以我说这些窗 开得真好 就给你们这些复古梦啊 打尽一个现实的一个眼睛 现实照进梦想 然后这边 你要什么谈谈 吹吹笛笛子 想要欣赏一下 开一个派对的时候 那边琵琶炒菜啊 还是酷啊 对 但其实中国 以前的这种生活空间的 这种审美很多样 你就算说不是这种文人园林 对 日常人家 也都有很多很可观的东西 是是是 而且南北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房子 我们总以为中国的 以前的审美好像就比较朴素 其实也有很繁华的 你比如说像潮州 广岭南这一带 或者福建的 闽南的 这个建筑就比较 极尽奢华的 真的是 红啊黄啊绿啊 但是它也有它可观 很好看的东西在里头 但这些东西呢 它有个前提 它这个地方文化 它必须有某种生活整体在里头 它不能坏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长大 你会对这个东西 有一个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你比如说有一会儿 我们是瞎聊 我还有个瞎抢的一件事 我就在想 为什么今天大家老说 去了意大利 比如说去了米兰 去佛罗伦萨 哎呀你觉得那些 意大利人真会穿衣服啊 好像随随便便一个老头 老太太出来穿就好看 怎么回事 你说到了巴黎 哎呀一个小女孩 就十来岁 小孩就穿得很漂亮 好像好像很花心思打扮 他又不是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大概是活在这种地方的人啊 他从小到大 你比如说你看你身边的 所有的东西 他的整个比例 颜色 所有的组合构图就是对的 你耳濡目染 你几个月大 你就活在这样的环境 那个东西已经印尽你的脑海 构成潜意识的一部分 然后你一上东西 一上升 你大概就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哎 我想这很重要 这个真的就是 就是说啊 就正如说有些这个西方人呢 他玩中国家具啊 但是他也很可笑 因为他不知道来由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一到一个外国朋友家里 就发现很可笑 他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摆的是中国明代的一个马桶 就是马桶 就中国人也闹这种笑话 就是我就想起那天跟马卫多还在聊 就是我的一个美国朋友 他就他先是他看我的这个节目啊 他先是指责我笑话我 因为凤凰卫视这个服装师 每次咱们搞大型晚会啊 活动 不是给我们找衣服吗 他说 你为什么老穿浑身坠着亮片的 衣服啊 我说那不是就是很隆重 我说服装师找的 后来他说 哦原来不知是你 他说我发现你们中国的男主持人呢 这么穿的那个西装 都闪闪亮的 礼服啊 都闪闪亮 我说那不是西服 马戏团 对 我说那不是西服吗 他说啊 这个礼服啊 在我们英美人 英国外国人 那就是我们的正式的一个制服礼服 他说你就是我们总统就职 你看看 他说就是奥斯卡颁奖礼 你看看那些明星 他最郑重的就是一个黑的呀 黑的礼服 Tiss two 对呀 所以维也纳交响音乐会 你们礼服该是什么样 也有好几种 有black time white time 然后这个 有这个这个jacket smoking的 好几种 但是都是什么场合 什么规矩就非常正 他就是黑的嘛 他就是黑的嘛 不会散散发亮 然后他说你们中国的男主持人 穿的那个衣服 哎 这就让我想到 我们开头是重阳媚外 重阳媚外了 现在我们爆发了哈 我们还觉得不够 于是我们又要在重阳媚外上面呢 给自个儿脸上贴金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这种着装风格 我说的意思就是从着装啊 说到现在的城市面貌 你就恨不得往脸上贴金呢 就是你看又是高楼大厦 甚至是西方第一流的设计师 到我们这来展示吧 一切都是为了牛 牛哈 往上贴金 往你的衣服上贴金 你看穿的那叫一个恶俗啊 包括这光说男主持人还有女主持人 但是你真没办法 那也没办法 那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造成 很不公平 因为过去两三百年啊 人家占了优势 他的文化在往外扩张 所以你现在回头看 两百年前的他们的电影 就是电影写两百年前的 他那个服装跟今天差的不太多 原因是他把他的几百年的服装 推广出去了 而我们呢 自己给自己可以全断了 我这次上海那个杨慧松还说呢 他说西方知识分子啊 数百年都那么个形象 都那么个形象 和中国知识分子过去一百年 别的不说 光穿衣服就五花八门的变 对不对 从秋景那么个时代 到五四那个时代 到五十年代那个范儿 到现在 你觉得就是说失范儿 就是失范儿 对不对 你们不是讲一个范儿吗 我们把那个儿去掉以后 就是这个 失掉了自己的范儿 然后就无所失从 但是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 被现代化 被西方中心这个主义给驱赶的 我们其实 我们跟伊斯兰又不一样 伊斯兰他就坚持自己的那个 他就他那个 我跟不上 我就跟你炸 对不对 我就跟你炸 中国人又愿意他学 也不但是中国跟你讲 全世界在街上穿西服最多的城市 是东京 日本 但是 满地铁都是穿西服的人 我正要跟你说 为什么日本人的西装 我们都挺爱穿呢 因为这个 我发现穿衣服 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合身 你看日本人穿的西装 适合他的小矮个 都很合身啊 而且干净 他们自己做 我们是周深 他们几个牌子很好了 对中国这周深名牌 这大街上这个 你瞅瞅 你穿的 就 你不是人家 你知道吗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觉得日本他们虽然非常西化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一种审美文化在里面 所以他们设计的很多就算是很西式的衣服 或者是很多日常生活用品 比如说举个例子 现在全球爆红 中国大陆我们这也很多年轻人喜欢像无印良品 那都是西化的 但你总感觉那有种日本味 对不对 对 清淡 对 那个日本味是什么呢 我想也许就今天我们在中国要找回所谓自己的生活方式 审美方向那个中国味是什么 对 这个东西我们弄丢了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过去中国的 其实中国向来啊 从古至今到今天为止 官员都是很重要的掌握了你文化面目的一个群体 今天中国比如说我们到什么地方 你都知道看到这个城市为什么搞这个样 是因为他一把手爱什么 对 然后这个城市为什么老盖那个 一把手爱这个 对 老听地方上这么讲 有的电视台啊 你看那个女主持人长得几乎都一个样 你就知道台长喜欢这样 台长喜欢这样嘛 但是问题是呢 今天我们的官员呢 跟过去的中国官员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过去的中国官员考科举出来的 起码懂得什么叫好字 一首好字 起码会写诗 能看文章 就那个基本的艺术素养 你当然说我们过去的考试很荒谬 怎么样 但那个基本的艺术素养在官员群体里面是有保证 总之是西南联大的底子 对 在今天呢 就不一定 那今天呢 我们很多 现在是西北插队的 对 我们今天的干部是 有这个掌握文化面目的权力 但没有相应的这种文化水平 我跟你说 我认为啊 就是真正 有文化水平的 或者说我们缺的 还不在于他真夺没有修养 官员并不见得要求这个 但是呢 中华民族我认为啊 失掉了谦虚 就是这个 你现在出去看啊 就这个说话呀 都是高声大嗓门而已 谁觉得自个儿错了 谁都觉得自个儿是导师 你得听我的 哎呦 我现在见得无比自信的人多了 可是我觉得 越有文化的人 是不是应该越谦卑才对 因为你知道天高地厚啊 你知道请教啊 你知道你知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人只要有这个谦虚像